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那個盤後拉迪賽的時間喔 那今天的盤是呢 其實在一開盤的時候啊 就延續昨天的一個走強啊 他往上跳功開高 創下波段新高 也創下歷史新高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的時候也可以發現 哇 他往上跳上去之後 做什麼做什麼動作 他就是往回來做一個回撤的動作 那今天其實在盤中的時候啊 那個盤面啊 氣氛稍微有一點點偏空的緊張喔 可以看到 前幾天 就應該是說這一兩週啊 比較強勢的那個 航運族群喔 在拉回的時候 其實像長榮啊 他拉回的幅度也蠻深的喔 因為早盤他是往上攻到漲停 可是他拉回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他是有拉回到平盤以下 所以他拉回幅度相當的深喔 只是說到 中間過後 也開始慢慢的回溫喔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基本上 跟今天 我們指數的走法是差不多的喔 那 今天 拉回來 如果按照我們 跟大家分享的模式呢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一個 那個 那個動作 其實可以的喔 我們一樣先看一下 就是今天台積電的一個走勢狀況啦 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積電 他一樣喔 早盤 往上拉了一下下之後 然後就馬上出現回跌喔 那其實他在回跌的時候 就引發整個指數的一個往下拉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偏空做整理的時候 是我們一個 相當 不錯的一個進場的位置喔 只是 就是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 我們在跌破關鍵區域之後 再來做動作會比較安全 那 當然你有經驗的投資朋友 在這種整理段的時候 如果你判斷的出來說 目前是偏多還是偏空整理的話 你可以去做嘗試的喔 你可以去做嘗試的 那加上今天台積電 他在同一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 他是往下 去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搭配我們 給大家的一個小技巧的部分的話 去做搭配喔 其實可以做得到這個突然的擊殺喔 好 那 如果說我們採取比較保守一點的方式呢 等他來一個回測 回測來看一下我們的關鍵區域 那關鍵區域又怎麼來的呢 我們這個關鍵區域 因為之前我們都沒有幫大家再拉一次喔 我們是沿用舊的 那昨天呢 其實你用阿凱之前教的一個方式喔 就是你把每一個高低點 都給他圈起來 你把高低點圈 都把他圈起來喔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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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圈起來之後 會重複比較多的那個區域 重複比較多的那個區域 就是當天的一個關鍵區域位置喔 那你就可以抓出來 把這個區域給抓出來喔 那你可以發現喔 他往下跌到這個附近的時候 其實是有支撐力道出現的喔 那接著 再 極力的 去做一個突破 那 我們之前說過 新手 新手交易的朋友呢 喔 你不要急著去操作喔 我們配合 這個老大的一個走勢啊 跟 關鍵區域的一個動作 你會 我們會先等 等什麼 等他做拉回測試的時候 有沒有突破 拉回測試的時候 有沒有突破 你可以發現他拉回測試的時候 有稍微轉弱一點點 又往上做一個轉強的動作 那整個拉過關鍵區域之上 把它延伸一下 好 整個又拉上關鍵區域之上 那你可以發現說 他拉上去之後 又來做一個回測 又跌破 你可以發現說 在這一段區域裡面 其實他的走勢 是很不一致的 他是很不一致的 他並沒有一個連貫性的動作 什麼叫連貫性的動作呢 就是像尾盤的動作一樣喔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往上做突破之後 往下做一個回測 手穩之後 做一個轉強 做一個轉強 那接著買盤進來 就直接做一個拉抬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點喔 這就是我們要的點喔 我們 如果是新手交易朋友的話 你沒有太多的 一些經驗跟技巧喔 我說就是 有一些經驗跟技巧喔 他沒有辦法 讓你馬上就能夠上手 沒有辦法讓你馬上就能夠上手喔 我舉個例子來說喔 什麼樣的經驗跟技巧沒有讓你 馬上就上手 最明顯的是什麼 最明顯的是 假設你如果光看今天的盤 光看今天早盤的一個走勢的話 他在還沒有下殺之前啊 你有辦法判斷的出來說 他是偏多還是偏空的一個整理盤嗎 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乖乖按照阿凱的一個方式喔 就是 突破關鍵區域之後 等他拉回座回測再轉強 那你再去順著那個方向做進場 不管是做段還是做空都一樣喔 那當然 如果說你可以判斷出來說 他早盤是怎麼樣做一個整理 可以搭配你慣用的一些工具指標啊 或者是說你習慣去觀察的一些族群 你有可能有些投資朋友他很聰明喔 他會看最近強勢的族群 來判斷當天盤面氣氛的多空 這種都是比較屬於需要一點個人經驗 來做來做結合的部分喔 所以在在我們分享裡面 我希望能夠透過我有辦法去讓他量化 讓他能夠量化 或是說讓他能夠你一眼就看得懂的東西 我們用這個來做分享才有意義嘛 不要說用那種需要有我個人經驗去加以 判斷的 這樣子來分享起來就沒什麼意思喔 那我個人經驗來判斷的話 當然我可以去用這種方式 就是來跟大家做一個解析的部分喔 不過我說過這個盤後拉迪賽的部分喔 我是希望有更多新手投資朋友啊 你能夠踏入這個領域 然後能夠在我們的節目裡面找到一些 你有辦法使用的一些方法跟技巧 這樣子才有意義嘛 好那基本上今天就找盤下殺之後 然後後來整理尾盤上拉 收盤收在找盤開盤架的附近 其實我們如果從開盤到收盤 我們閉著眼睛打開來看 基本上就是沒什麼漲跌啦 那當然今天盤衝正幅是相當大的喔 當沖靠的就是什麼 靠的就是要有正幅喔 有正幅當沖才會有利潤 有正幅當沖才會有利潤 好那所以今天整個 當沖的一個看法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搭配我們分享的一些小技巧 大概就是用這樣子一個方式來做一個判別 那當然以到今天收盤來說啊 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今天我們光看日K啊 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稀奇的 它就是在一個創高的一個格局裡面喔 好這個就是最直覺的喔 它目前就是在一個創高的格局 你幾乎可以忘記它盤衝在做什麼事情 盤衝的拉回尾盤又收上去就等於什麼 盤衝的拉回沒效就是沒效 那當然會不會明天又有新的變數 我們不知道喔 我們還是要看明天的狀況來做一個決定喔 不過基本上以目前整體日線來說 它就是一個持續往上走高的一個格局 持續往上走高的格局喔 那前幾天我們有跟大家提過就是 如果它要回撤的話 我們原本的這個區間的高點啊 基本上是要守的喔 基本上是要守的喔 那區間高點大概在14320上下附近喔 所以如果未來接下來往下做一個拉回回撤的話 在這附近呢一定要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那接下來才會對於整個多頭的一個推身 會比較有力 會比較有力喔 好那今天既然尾盤收盤 已經收在關鍵區域之上的一個位置喔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懸念喔 明天還是以偏多來做一個看待 偏多來做一個看待喔 那短線上因為在這關鍵區域裡面 其實折返的次數也算蠻多的喔 所以我大概會拿來當作這兩三天 觀察的一個關鍵區域 這兩三天觀察的一個關鍵區域喔 在這個關鍵區域以上啊 持續做一個推高的機率會相對偏高喔 那如果說它一直在這邊上下整理的話 甚至於說在關鍵區域以下 那就有可能要注意短線會做出拉回的一個動作 短線會做出一個拉回的動作 好 那基本上 目前為止喔 整個盤面的狀況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台積電的一個狀況喔 因為我說過台積電 其實它對於我們台股指數 能不能做一個推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是非常重要的喔 因為它占的全值比重相當的大喔 那整個指數能不能往上推 就看台積電有沒有機會 持續做一個創前波高點的一個動作 那這幾天我不斷跟大家做提醒喔 其實台積電 它在這幾天的一個震盪整理裡面啊 我有發現515塊以上喔 這個位置啊 它的賣壓 嗯 我覺得有一點偏大 我覺得有點偏大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這幾次的高點啊 大概都在515到517塊左右 我就在那附近震盪喔 那要努力的推好像 短時間之內也推不太動喔 那接下來是不是有機會持續往上做一個推升 我們就看接下來喔 往上持續翻揚這個月線啊 能不能帶動啊 我能不能帶動 你可以看到台積電它就一直在月線這個以上 月線以上 在做一個緩步的墊高 因為目前月線是往上做翻揚 所以它為了要維持在月線之上 一定要持續往上緩步的做墊高喔 好 那墊高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觀察的重點就是前波高點525塊呢 不能做一個突破喔 那明天還是持續觀察在這個高點附近 到底有沒有辦法往上去做一個挑戰喔 這個是我認為近期會比較關注的一個重點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前面講的這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以人工的方式 我們主觀交易的方式 怎麼樣看盤 怎麼樣去判斷今天的一個交易的一個區間 今天交易的一個進場的一個動作 在哪個位置是合適的 那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真的太麻煩 還是需要一點工具來做輔助的話 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我們的奇蹟交易系統 我們的奇蹟交易系統 那我們昨天分享的位置在哪邊呢 其實就在這邊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 昨天我們是不是有提過說在14301的地方 出現一個做多的訊號 那當然它是前一天晚上夜盤的一個訊號 那 我幫大家把它整理起來做一個 Word檔 不是Word檔 那個PPT檔 這樣子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你可以看得到說 每一個標記的符號 它是在哪個位置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昨天分享的14301的地方 做一個多單進場 那到什麼時候翻空 你可以看到14460的位置 出現翻空的訊號 中間整理段 整理段 我說過整理段 不需要太過於緊張 因為我發現很多投資朋友 很容易出現一件問題什麼問題 就是說 在整理段的時候 因為你不斷的在改變你自己的交易方向 忽多忽空忽多忽空 但是 你會發現說 我怎麼做多被扒 做空的被扒 就造成不斷的重複的 一直被扒來扒去 如果你有這種症狀的話 其實你可以運用一下系統 來做一個輔助 這樣子會 對你整體的交易來說 會比較 有一個方向可以做一個依循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阿凱在分享的一個重點裡面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是什麼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有沒有一個主體的依據的一個方向 基本上我們操作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要達哪一個方向 其實進場點 那我認為是其次喔 最主要是我要達哪一個方向 因為你要達哪一個方向 會影響到你今天一整天下來 或者是這一個波段下來 你的你的趨勢啊 到底有沒有抓對 你的趨勢到底有沒有抓對喔 那基本上你趨勢抓對了 進場點再來做一個琢磨 這樣子對你整個交易來說 會比較順利一點點喔 因為基本上趨勢抓對了 不管你進在哪個位置 可能就只是賺多跟賺少的問題 但是趨勢抓錯了就很麻煩喔 趨勢抓錯可能就會不斷面臨說 例如說這一段的上漲 我趨勢抓錯了 我抓到空方去了 結果我就必須不斷的面臨 空單進場停損 空單進場又停損的一個狀況 所以趨勢這種方向的依循呢 我覺得是相對重要的一個地方喔 那其實軟體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比較方便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不用像剛剛阿凱在那邊講的喔 就是說我必須一下子參好這個 一下子參好那個 那可能需要有一些東西 問題是自己要有一些交易經驗的 要有一些經驗值去做判斷 軟體的部分很簡單 軟體的部分阿 我只要看何懂符號 我只要看何懂符號 那我之前有提過 其實符號出現的時候都不用緊張喔 我們都是以當根的收盤價 這一根出現一個往下的一個放空炫鬧 我就是以這一根的收盤價為一個基準進場點 為一個基準進場點喔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如果用這個軟體的話 它會不會有 價格便宜太多的一個問題喔 其實不會啦 因為我們以當根的收盤做一個進場的基準 所以基本上是符號鋼 就是會有那種價格便宜的問題喔 那在最關心應該是在這種盤整段的時候 到底狀況會是什麼樣子喔 因為整個趨勢追蹤 當然趨勢有出來是沒有問題喔 可是趨勢沒有出來的時候 陷入這種整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個阿 空單進場是14460 結果它出現一個多單進場的減少在哪邊 14464 虧了幾點 虧了4點 虧了4點之後呢 又翻空了 又翻空了 那這空單進場減少在哪邊 14463 虧了幾點 虧了1點 所以這一段總共虧了5點 這邊虧4點 這邊虧1點 我們總共虧了5點 但是我們一個波段出來 我們一個波段出來 一個波段出來 基本上都足以cover過我們這些 我認為是成本的一個部分 我認為是一個成本的部分 所以大家不用過於擔心說 這個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喔 翻證的時候會不會被扒到無所事從喔 其實你看這樣子 應該是不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的 那當然前面這一段也是一樣喔 你看這個翻證的區段喔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多筆 很多筆喔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邊14302進場空單 出場這邊是14300 302 300賺了2點 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沒有賺啦 OK 那300在299的地方又做出場 299又在300做出場 其實都一點一點左右而已 所以你真的不用太過於擔心說 這種盤整段的時候 它會不會有很大的一個 被扒來扒去的一個問題喔 其實基本上都在你成本的附近做 進出的一個動作而已 都在成本附近做一個進出的動作喔 那你注意看 只要方向一出現之後呢 就會咬住喔 就會咬住 OK 那今天在尾盤的部分呢 其實它就是這個 往上做一個翻多14430的一個動作啦 14430這個地方做一個翻多的動作 所以我們整個奇蹟交易系統呢 它在昨天我分享過後 一直到今天收盤 整個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完整的樣子喔 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軟體的畫面 我只是把它 我想要把那個數字標出來 所以我才用那個PVTT檔去做這個圖啦 那不然基本上就是我剛剛做出來的圖那個樣子 我只是把每一個進出場的點會給標示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它整體的一個狀況結果是如何 那所以如果 你對於交易系統 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就歡迎你在我們下方 我們會放一個留言板的連結 我們會放一個留言板的連結喔 那你去點到留言板 來做留言就可以了喔 我們會有專家來幫你做一個服務 好 OK 那基本上 今天的行情的一個分享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如果說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呢 可以 歡迎透過我們的留言板的連結 來跟我們做一個回應喔 或者是說你在我們YouTube下方 也可以直接在那邊做留言喔 只要你有留言 你有任何問題 我都會 來做一個回覆 好不好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各位